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日方舟世界观用来做成什么样一款游戏 想要做成什么样子 那当时其实大家提过的点子也有很多 比方说是想要以某个干员的一个个人的故事 做小传来做个游戏 或者是以不同区域势力为背景 做一款战略游戏 在上面提到两种选择力 我个人可能更加偏好一些角色扮演类型 毕竟从参与者的视角 亲历太大大地发生的故事 与剧情角色近距离接触 也算是我们最初构建这个世界的愿望之一 博士的样貌这一点的话 还请大家要自心想象 因为我们不太希望用一个过于固定的形象 去限制大家对于博士学生的代入 最初设计博士形象的时候 我们考虑的是如何结合好 战地指挥官以及学者这两大特征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保持一些神秘感 现在的博士形象 大家在游戏中也可以见到 更多博士相关的设定 我们也会在后续游戏版本中逐步公开 也请大家拭目以待 每日方通通许多的干员都有很有特色 举例子的话可能一下子都举不完 就比如说卓星斯卡蒂的话 就是从原先大家印象中 使用巨舰战斗的一个赏金猎人 到现在的战场割击 在深海猎人秘密揭开同时 斯卡蒂也在各位博士面前 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形态 当然明日方舟里的干员 都有自己丰富多面的故事 希望这一点能够也为各位博士展现 我目前是有在考虑这些问题 例如是为其他的角色增加动态形象展示 或者是制作动态实装功能 关于游戏的美术视觉表现 随着后续的游戏版本的更新 我们也会进行持续的优化和迭代 希望以此为各位博士 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 跟志同道合的朋友 共同制作一款游戏 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经历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和绘画一样 将脑海中的概念不断去巨像 从纸上的模型再到原型设计 再把灵感和想法一一兑现 虽然大多数都是很艰难 但是第一次看到游戏的小人 自己动起来的时候 这种感觉是真的很棒的 当然游戏是一种创作和工程 艰巨的一个事物 它不但需要大家感性发挥灵感来创作 也需要非常复杂的制作管线 来尽可能让创意发挥在更多的地方 有一点也蛮想和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我们以往在内容里 也会放一点点大家需要解谜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其实在游戏内外 各种游戏也很早也会偶尔会发布一些解谜内容 最早也算是我起的头 但是之后团队里的其他同事也感觉这个非常有趣就参与到了其中 其实主要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例子来提供一种难度适中 又不会冗长的一个解谜 让对其感兴趣的大家能够在这么一段时间里一起参与和合作 体验一些有别于游戏本体的一个体验 最终能够获得一些有效的信息 其实设计者对于密码学来说呢 也没有说到大家说一些精通的程度 就大家也是通过自己各自掌握的一个知识在编撰谜题 对于谜题的风格呢 也肯定会相对多元 也是相对于适合所有玩家参与的一个谜题 那是没有什么门槛的 当然我们之间也会有一些互相交流 就是增加一些好玩的材料 也希望能够为玩家带去不一样的体验 解密设计和很多其他 也就是一部分游戏里的内容可能是一样的 就它原本不属于游戏开发的职责 但是为了能够给大家带来有趣的内容 为了有更好的一个体验呢 想了想我们便坚持做了下去 明日方舟对我意义非凡 我和团队大家也倾注了拉乱新学生其中 同时我也希望明日方舟能够成为一款 对每位玩家而言都非常特别的游戏 这种特别可以是它想表达的剧情 也可以是多元的创作内容 例如音乐 美术 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一面 我们希望每位体验明日方舟的玩家 都能够从游戏中收获独一无二的体验 这也是我们创作游戏的一个初衷 其实从长远角度来说的话 明日方舟还有许多有待进一步的地方 当中有很多我们曾经设想过 但还未实现的内容 在后续的创作过程中 我们也会努力做得更好 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内容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明日方舟今后将会继续推出更为优质的游戏内容 两年时间一路走来 也不开各位博士的支持与陪伴 明日方舟两周年 让我们一起继续在太大世界的旅程 看三米蛋